旅居日本的台湾小提琴家张家珍应邀在澳洲的布里斯本佛旦节当中表演 已经三年不见了他 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是更加的成熟了 而这一次演奏曲目主要是要为日本的灾民来祈福 张家珍有说他现在的愿望就是回到台湾去发展 为自己的同胞来演奏 台湾音乐才子张家珍应邀布里斯本佛旦节表演小提琴 他琴音时而豪放不羁 时而内敛扎实 深深牵动这场观众的心 三年前张家珍之声赴日发展 出了首张珍集 首支曲子就是祈祷 也希望以此为日本灾民祈福 这一次我回来澳洲表演就表演这一首 我想说这个祈祷这个音乐这首曲子 可以为日本可以为台湾澳洲 哪个国家都可以 突然看他回来 感觉到他的成长 比在自己身边的一个成长是非常的大 在佛族前表演 张家珍的小提琴自由不受约束 但是毕竟是台湾人 张家珍更希望回台湾 贡献自己的音乐才华 因为我自己也是台湾人 去台湾发展一些我的音乐 给人家听我的音乐 然后也是为日本做一些cherry的东西在台湾 因为在日本他已经两三年一个短暂的 所以在日本呢 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多少有点稳定 然后呢回来暂时呢再补充 然后呢希望能够在本地澳洲 也能够再回到我们的台湾自己的祖国 然后呢去发展一番天地 张家珍的琴衣充分传达对台湾 社会土地的热情 也希望自己的小提琴表演 传扬世界 台湾文官电视顾立汉 澳洲布里斯本采访报道